打麻将很多牌友认为只要发挥的好就可以赢牌 或者在输的时候可以反败为胜 其实这种说法有点过于理想化了 在一些情况下 我们即将输牌在牌上面就能够体现出来 一旦符合输牌某些条件 结果到最后也会很大概率是输家 今天主播总结了在实战中出现的两大现象 如果在实战出现到最后很容易变成输家 大家了解后可以多多留意实战中是否存在这些现象 以便提早做出应对 在开场的前几局中出现很好的牌 无法自摸或者手牌极差的情况都是非常不利的 在麻将开场的前一段时间里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比较平均的 每个人都会有开胡的机会 除非自己打错牌或者助攻到某个人提早变成忘家 而在这段时间里如果出现了手牌很好 一早下降最后却被别人截胡 或者手牌烂到别人自摸都还没成形的情况 这就需要我们打起12分精神了 因为这有可能是运气弱家情况的出现 何为运气弱家呢 这个定义是主播新研究出来的一个概念 指的就是在麻将开场之时 没有任何人为情况下打错牌的情况下 却出现了弱家的表现 各位牌友不要觉得这种情况出现没有什么大不了 很多时候的狂输就是源于这种运气弱家的开始 不断发展一步步温水煮青蛙而成 所以这种情况出现正与平常的现象相反 这种征兆是不利于我们的 我们在实战中开场的一段时间里 一定要注意这种情况 及早做好弱家的应对打法的准备 经常出现需要选择的牌型 很容易导致打错牌变为弱家 如果是很顺的忘家牌 那么可能一场下来都没有几次选择的机会 因为忘家牌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压制性手牌 基本不需要做出过多的思考和选择 甚至按照理论的最大几率打法都能够实现自摸 这就是忘家牌的可怕之处 但是有一种牌和忘家恰恰相反 一场下来可能隔着几局就要做出选择 而这种选择却又是充满危机的 因为一旦选错丢失自摸 接下来就是跳水一样的弱家牌 并且更重要的一点是 无论是选择拆搭还是听牌上的选择 都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即便我们准确判断出来 哪些牌很好摸留下相应的搭子 仍有可能摸来其他搭子的绝章进章 这都是无法避免的 往往结果就是很多牌友 不可能全部决策都做到正确 在一个选择上犯了错误 从而使自己之后的牌局十分难受 所以出现这种经常性 做出选择的牌形时 我们也需要多加注意 在这种选择时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伸张打法 这个技巧我们下一篇文章中 会详细讲解 总结 虽然以上两种现象 出现到最后输的概率都是比较高的 但是大家也不要放弃乱打 因为那只是正常打法发展下去的结局 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发现 并进行应对打法的干预 实现逆风翻盘的机会就一定存在 能够更强的打法的合法的盹起 但是大家也要要 并进行应对打法的盹起